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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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天宏 你的命可真硬啊 别动 上次车祸让你逃过一劫 算你命大 这回你可就逃不了阎王铁 非死不可了 马上放下 你该不会想把我诱来此地 谋裁害命吧 为了你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现在佩莹回来了 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坦白说 我绝不相信沐天红还活着 我想看看 你到底想玩什么把戏 等你见到了沐天红 你就会相信我说的话了 我没有骗你 是吗 你说沐天红在哪儿 可能还没到吧 再等一会儿 明天要顾两个刷手 装扮成道士 然后来自个自禁 要枪杀你 别动 你这是个血心肠的女人 居然满凶手杀我 我没有 你别装作了 别过来 别动 把枪放在地上 快 快点 快快 把枪放下 快 把手举起来 董事长 聪明保驾来迟 您受惊了 你做得好 回去生你的职 加你的心 谢谢董事长 谢谢董事长 走 走走走 一边去 快点 来 蹲下 蹲下 莫里群 如果你真的想处去我 来讨好穆佩玉 你大可告诉我 我什么都肯做 包括把我自己的命给你 只要你告诉我 只要你告诉我 你真的想要我死 我就死 你没有必要这么大费 周章地对付我 这个节目眼上 你还想虚情假意 想碰我心软 我虚情假意 你说我对你虚情假意 我为了你 我可是什么不堪的事都做尽了 你还说我虚情假意 为了你 我甚至要到穆天空 骆身和穆天空同睡一张床 我和徐志刚 一起扮演仙人跳 射击穆天空 我做尽了百般不堪的事情 而你今天 你居然说我对你 是虚情假意 你太伤人了 你太伤人了 我伤人 你买雙想杀我还说我伤人 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你居然买雙要杀我 要不是郝聪明 她事先警告了我 恐怕 我今天 就难逃你的毒手了 不是这样的 你们说 是谁招你们来的 说 就是他 我根本没有 我们不认识他们 他们是 他们 我们也不认识你 就是就是 是徐志刚 领我们和你见面的 你还付了一笔定金 要我们除掉莫莉群 对 你还有什么话说 还有什么话要说 你可真够很毒的 你先给我毒药 他 我 我 你不认识你 他 Bitcoin 也许是刚两个人引走高飞啊 你这个蛇蟹形成的女人 我毙了你 我毙了你 董事长 不要啊 杀人是要坐牢的 要偿命的 还有一件事 我忘了告诉你 你公文包里那一瓶药 是毒药 是沐天红知识沐佩云 用来毒杀你的毒药 你胡说什么 我的公文包里只有一瓶味药 那是 你上当了 那瓶药 是我们先前用来毒杀佩云母亲的毒药 你胡说 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挖肝掏肺 是尽一切卑劣手段地帮你得到了一切 到头来 你去把我当敌人 你这个女人实在是太狠毒了 满胸要杀我啊 失败还想嫁祸给他人 你实在是太坏了 我 我坏 我坏 你居然这么说我 在我帮你获得一切后 你居然这么评价我 若不是为了你 我会做出那么多坏事吗 你本来就坏 从前佩云对你那么好 还一直资助你交悬费 可你 却恩将仇报 百般地加害于她 可见你这个女人 本性实在是有多坏 那是因为佩云太矫琪太伪善 她表面上长达钱来帮我 背后 却到处向人宣扬 她利用我 为她博取美玉 却让所有的人 都知道了我的秋 我的九 我恨她的为善 我恨她 你胡说 你胡说 佩云她为善从不愿认知 她根本曾把自助你的事告诉任何人 可笑 如果她不曾把这事告诉别人 那你又如何得知她自助我的事情 你误会佩云了 那是因为有一回我偷看了佩云的日记 我才知道 原来佩云一直私下里偷偷地资助着你 给你缴学费 我还同学们商议着 要发起对佩云的表扬 但佩云知道后 反而把我偷骂了一顿 她甚至威胁我 如果我将这件事情对外宣扬 她就一辈子再也不跟我说话 这件事 是我说出去的 不是佩云说的 她从来不肯将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 怎么可能 你骗我的 我说的句句是诗言 丽群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佩云 你 你怎么在这里 你 你没疯 蔡薇 我一直都把你 当做我的亲姐妹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不可能 丽群说的不可能是真的 我真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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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是这样回报我的 原来你是因为这样而恨我的 蔡薇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们的良心 这是叫狗吃了 你没死 老天不让我死 老天要我活着 好亲自看看 你们所做的一切 快 别的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快点 把枪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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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了一切 莫先生 你和冯采薇所自成的许多罪贡 我们都已经听得清清楚楚 两位检察官也在场 他们可以作证 检察官 起来 这是个忌 我们中圈套了 不错 除了你们的供诉 徐志刚也愿意 坦白招供一切来 你这个畜生 亏我还一直把你当 亲生儿子般对待 你却连佩云的母亲 也狠心杀害 你还是个人吗 你还是个人吗 是你 是你先对不起我的 你 你不该一直威胁我 你三番两次地威胁我 要赶我离开穆士奇 要让我一文不明 要让我变得 连丧家之犬都不如 是你先对不起我 是你先对不起我的 穆先生没有对不起你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 穆先生对你有多么的好 他的确是待你如此 这只怀表你还认得吗 认得又怎样 这是佩云的爸爸 现前送给我的 我又将他送给了佩云 最后 穆先生又将他转送了给我 要我到会员当铺 交给双眼失明的老掌柜 季老先生 季老先生 用双手细细检查了一下 怀表上的花纹 检查完了之后 他给了我一本存折 不错 季展规是我多年的好友 几年前 我将一笔巨款 存入他的户头 托他代我保管 让他以手刃 寄表上的花纹 若有人交给他这只怀表 便将存折中所有的钱 交给这个人 好 这么多钱 原来是要给我的 没错 这笔钱 足以买下三分之一的 牧师企业了 所以 穆先生绝对没有对不起你 他真是把你当成 亲生儿子般看待的 这么说 是我恩将仇报 是我恩将仇报 是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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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是我错了 天哪 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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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琴 是我 都是我 是我唆使你的 全是我唆使你的 是我害了你 都是我不好 是 都行不义 必自闭 你们两个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把他们靠起来 是 走 都别动 你不要跟我退后 我等我就开架了 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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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 都别过来 李琴 李琴 你们逃不了的 还是缴械投降吧 李琴 你对我的情 我来生在乎 我 你想干什么 到底想干什么 你 妈 是我害了你 是我害了你 我罪该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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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就算我死了 你也不会原谅我的 但是我还是要这么做 莫先生 李琴 你们别过来 谢谢你 谢谢你 原本将我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 我儿子错了 对不起 你 请你 北云 请你 请你原谅才为 雷琴 请你 原谅才为你 北云 本来就是属于你的 她应该是你的 我对不起你们 我对不起你们 也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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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一个公道 啊 他 他 呢 呢 李琴 爸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大家 我 我 我 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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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威 明智 李卿 李卿 你不能 留下我 我来陪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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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薇 蔡薇 你怎么了 裴云 蔡薇 你怎么那么少 卑云 我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我欠你的 只有来生 来生再还 我知道 你不会 不会原谅我的 离去 蔡薇 我会fin 我都没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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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难养我 不怕 我都没怕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就是�我 这回啊 幸亏有你那位苏格兰场留学回来的同学 月警官的全盘策划 董事长的冤屈才得以喜庆 耀华和穆老师也才得以重圆 算来你要举手工啊 我 那可以捎数我先前 误会耀华拐骗我唐姐的莽夫之罪了吧 你脑筋怎么还转不过来 我说过了 耀华没有拐骗佩云 人家说 你一直偷偷爱着耀华 你当然要护着她 我没有护着她呀 这是事实啊 那你敢说 你没有爱耀华 是 我是爱耀华 可是耀华爱的 是佩云 那你们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敢收留她 可帮助她呢 谁知道她现在是真的疯还是假的疯 你 小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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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么啊 这么入神 没什么 对了 那天真不好意思啊 打了你一眼光 没关系 我脸皮挺厚的 男人嘛 脸皮就应该厚一点 要不将来 我怎么娶你做老婆呀 你还真是眼皮厚 走 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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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现在成才了 我让他当公司的公关经理 他的表现 我非常满意 真的 只要他出马 没有谈不成的生意 他真是个人才啊 你生的好儿子 我呢 也准备退休了 把公司啊 交给他们年轻人 让佩云 耀华 二祥 小蝶 还有聪明 让他们去吃苦 我呢 就有时间经常过来 陪你聊聊天 喝一杯了 够朋友吧 对了 差点忘了告诉你了 你的儿子 以后啊 也就是我的儿子了 聪明啊 他 已经是我的干儿子了 三岛 东坟 我 我什么时候答应要当你的干儿子 你忘了 我 我 我又忘了什么 你曾经说过 如果 有机会 你要亲自会会 牧师企业的 顶头大老板 并且出题考考他 看他到底有多聪明 你是说上一次 啊 我要考他的问题是什么啊 嗯 什么东西 天不知道 地知道 你不知道 我知道 记起来了 当初咱们可是机长为定 如果牧师企业的大老板 能答出你这个问题 那你就得当他的干儿子 是啊 呵呵呵 好 刚才 你已经问了我这个问题 我的答案是 你的鞋底 有一个破洞 答对了吧 嘿 不对 那时候啊 你是训练我跑步 我穿的是布鞋 所以呢 我的鞋底啊 才磨出一个破洞 嘿嘿 但是今天呢 我穿的是皮鞋 嘿 你呀 答错了 哦 是吗 那我还是要说 你的右脚鞋底下 有一个破洞 这 不可能 我这双鞋啊 是新买的 嘿嘿 拖起来看看 哼 拖就拖 看就看 如果我的鞋底啊 正有一个破洞的话 我不仅天天帮你捶呗 而且啊 我三年不领薪水 好好好 呵呵呵 哪有啊 那 呵呵呵 瞧 有一个破诺 怎么会这样 这就叫做出奇之圣 这 这小纸签是哪来的 这是我昨天晚上 把你偷偷贴上的 怎么样 从今往后 你要做我的刚儿子了 而且还得天天替我捶背 三年不拿薪水 这 我的傻儿子 我不可能天天叫你替我捶背的 我也不可能真的扣你薪水 我只是要告诉你 从今往后不要和任何人赌 连打赌都不要 明白吗 明白了 那 现在你该叫我一身 干爹 干爹 那你说 我以后是不是可以继承你的遗产 王八 我以后是 你从今儿的 你从今儿的 你以后就是 我以后是 你以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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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是认真的 长寿 我会好好栽培聪明的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让他出人头地的 我一定会努力的 一定会成功的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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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 这木棉花模样多像火焰呢 像灯 火焰是智力 是热情 但一回人心也能是一场毁灭 一如我的过往 都过去了 所以我宁肯说它像灯 是光明 是希望 是温暖 是七处 你守得对 像灯 任凭风来雨过 吹不醒也焦不灭 是光明 是希望 是温暖 是七处 沛云 让我一雪做一盏灯 愿你温暖与七处 你 愿意嫁给我吗 嫁给他吧 答应他吧 答应他吧 嫁给他 嫁给他吧 难得一根木头能变成一盏灯 你就答应了吧 是啊 唐姐 赶紧答应了吧 难得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赶紧点头吧 我的好婶婶 嫁给我吧 嫁给我 不 佩云 你不该再向我求婚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这回 该我向你求婚 才对 得称 你要对 我 嗯 想怎么办 呢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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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